九龍藍田德田村一個公屋單位,1月19日晚上發生火警,沒有人受傷。 現場是藍田德田村德龍樓10樓一個單位,晚上6時45分左右,有高層單位住戶聞到落味,再聽到有人大叫火燭之後,住戶就立即逃生。 不過,仍然有不少住戶逗留在大廈裏。 消防員接報之後,在晚上7時左右抵達現場,派出消防員到10樓單位開喉灌救。 火警在晚上7時20分左右救息,消防員表示,是單位內的女住戶在廚房拜神時點著的兩支蠟燭燒著附近的雜物,引起火警。 事件中沒有人受傷。 獨立新聞傳訊記者,雷紫陽,藍田報導。